Hello 大家好 珠春奴 大時大節又有疫情 真是開口中 澳門又有陽太出現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剛剛公布 本澳今日有新增一例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個案 是60歲女性內地遊客 金沙核酸檢測站 今日凌晨發熱一個運館樣本呈陽性 衛生局隨即聯繫及人士經單仰覆查後發現 內地旅客的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陽性 陽了 經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這個個案13和14號 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 14號和兩名家人 從江蘇省蘇州市坐飛機前往珠海機場 當晚經關閘口岸入境 並入住麗亭海景酒店 11月15號早上出現咳嗽 16號出現發燒乏力症狀 由於這個個案到達本澳明日起 開始出現不適症狀 錯步判斷亦是輸入性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這個個案15至19期間 曾經在澳門多處地區遊覽 通處走 冷白鶴調查現在進行 已安排到高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隔離治療 而同行兩名家人 今日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 當然要進行醫學隔離觀察 而這個個案入住的麗亭海景酒店 真的不幸運 要暫時關閉 住客和酒店工作人員 原地進行核酸和醫學觀察 長程立衛生局稍後會公佈 這集就跟隨這裡 現在有最新消息就是通知大家 大家想支持我掃片尾截圖為馬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